主板维修为啥那么贵? 起步就要上百块。 首先主板维修纯粹就是手艺活, 在显微镜下五腔弄棒。 这个手艺和医生给患者做手术的道理是一样的, 讲究手艺,讲究技巧, 手工需要日复一日的练习和总结。 温度,风俗,时间稳定性等等, 稍微哪一个细节没有掌握好, 有可能就会前功尽弃。 第二,主板维修的主要成本是时间成本, 主板维修师傅一般是没有底薪的, 他们都是和店里或者工作室拿分成,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, 就是他们的收入天花板。 有时为了搞定一台故障机, 可能就花费一天的时间, 当然有些时候即使你花了时间, 也不一定能够维修成功。 这种苦闷,我想每一个维修师傅都经历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